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个星期我访问的时候 说是一位肌肉男的温柔的一面 结果访问完之后 又听证过我反应 怎么没有看到这个肌肉男的肌肉呢 结果我就跟这个肌肉男 跟他说了一下 有这个女观众特别说 没看到肌肉 结果她把相片传回我 但是因为今天的节目 我所有的这个手机 都在使用当中 我没办法把这个肌肉男的照片给大家看 希望下一次有机会 然后我就想 我今天介绍这一位呢 那肯定我要把他的特色要介绍给大家 不能只访问人啊 今天呢我特别访问的是 中国知名的书法家 吴守新 吴老师 吴老师您好 您好 主持人 吴老师 吴老师呢 他也是这个中国国家书画 这个中国国家书画家协会的荣誉主席 是吗 也是呢 中国国家一级的书画师 对 所以大家了解你呢 都是从您是一个这个书画的艺术家 但其实我知道最近呢 你收到一张很珍贵的照片 这个照片中的人呢 已经七十岁了 而且你传过我看 还跟你行这个举手礼 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这个人是谁呀 这个人呢 是我六十年代中期的一个毕业生 他这个所在的班级 举行一个那个party 主要就是所有的同学进入七十岁 所有这个这些满七十岁的人 大家在一块儿来做一个集中 大家庆贺生日 然后他们曾经给我发了个微信 让我给他们写一幅字 这样呢 我们进行了联系之后 他们就把他们活动的情况 其中有拍了很多照片 选了一张 他们背景的就是少先队队员 所有的同学都打上红明金 就是表示他们又回到了童年 实际上他们也在回顾童年的生活 那也就是说这些是当年你的学生 对 今年都七十岁了 蛮七十了 那我就好奇了 你当时教他们是教他们书法吗 说我教数学 你教数学 对对对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 您今天看到的是一位书法家 但是年轻的时候是数学老师 对对对 那这个我就连不起来了 待会儿你就要慢慢跟我们讲 你的人生就是 好的 那你先谈谈吧 您这个年轻的时候 怎么样成为一位数学老师 这个很巧 因为我高中毕业以后 得到学校的这个通知 就说 你的文章写的还可以 今后你毕业了 校长就跟我讲 那我保送你上复旦新闻系 或者上那个人大 人民大学的新闻系 有你选一南一北 但是呢 我得了肺病 结果连报名参加高考的资格都没有 后来在我养病期间 因为家庭很穷 养病也没有钱 那我想尽快把病养好 那个时候我们中国正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 很需要人的 我那就决心去代课 教什么呢 那时候代课教你 那时候代课什么都教呗 还在小学 什么自然历史数学语文都教 但怎么样成为一位专职的数学老师呢 这是这样 我从小学里上了课之后 当地有一所中学 是在重庆的南温泉 就叫重庆市第十中学 正好有一个空缺 他们就把我找到了 说哎呀 小吴啊 你愿不愿意来给我们带一带课啊 我们这里有点困难 是 本来我的数学不好 但是没办法 我想要生存 而且教书这个职业 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愚人嘛 也提高自己 这样呢 这样呢我就应聘进重庆市第十中学去教数学 然后就转移到了这个重庆市第三十四中学 又是教数学 因为这个数学教起来 觉得很多人都不愿意 那么我个人呢 实际上数学成绩很棒 但是您跟我说了 你说你最开心的一件事情之一呢 就是数学课的时候 学生充满渴求 还有满意的眼神 对对对 那你别太客气了 你一定教的不错 一定教的不错 我希望我的讲课能够得到学生的关注和欢迎 那我相信呢 我们知道数学很多单元嘛 对不对 各种不同 您觉得您自己 哪一个单元 你讲的最精彩 因为教数学里面包括的 在中学里面是代数 三脚 几何 代数 几何里面分立体几何 和解析几何 我自己觉得呢 因为我的解析几何从来没有学过 我完全是靠自学 这样我一边学一边教 我体会到就是说 我怎么把他学懂的 然后把这个经验介绍给学生 那么我觉得这教起来很有趣味 特别有意思 对不对 老师从不会到会是这个过程 所以我也把这个教给学生 非常有意思 但是怎么样从一位学生爱戴的数学老师 后来成为一位中国知名的书法家呢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吴老师待会儿再继续跟我们分享 好的 那我们现在是广告时间 那广告时间呢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在听收音机的人 他现在听到这广告 可是如果现在在看我们YouTube的 在看Facebook的 甚至以后我再做一个微信版的 朋友们还是看到我们聊天的 对对对 其实我们今天很高兴的 我们演播室呢 这个吴夫人也来到我们的这个演播室 吴夫人来来来来到这边 来来来走过来 这样我们朋友可以看到你 来跟大家问个好 看这边 大家好 朋友们好 大家好 你知道吗 这个吴老师跟我讲 他最开心的两件事 一件事就是看到学生充满求知的眼神 另外一个呢 你看我都抄下来了 他就看到什么 妻子开心的微笑 谢谢 谢谢 谢谢你老师 谢谢 我非常感谢他陪伴我一生 而且我发现每一次 这个吴老师在写字的时候 您都是最佳的助手 对 他不单是我的助手 还是我的艺术部位 你不但要确保那个纸是平的 而且那个墨不能够 就是不小心 就是因为这诗的嘛 要沾 要沾 因为有细字要写 达到那个 一种 石壳的那个纸 我要把纸给他柔重 柔重了 签好了 签称了 他再来写 才会有那个效果 那种叫什么 那种叫什么 是的 待会儿 李老师 我想在我的教学生涯当中 我想突出讲一个问题 可以 没问题 您说 就是我们中国高考 我觉得恢复高考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 是的 对我们整个国家的利益 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是 我的教书的生涯虽然四十多年 我觉得在这一段当中 我很有感触 好行 做了一些工作 没问题 没问题 可以 我们等一下广告回来 所以看我们这个节目就这样 广告当中我们有些交流 对不对 然后等一下 我们就可以照我们先交流 等一下再来讲 好 好不好 喝点水 好的 李老师 我不用 谢谢 这个吴老师 现在是住在我们多伦多东面的一个叫Whitby的地方 Whitby一般当地人怎么翻Whitby 他有的是叫这个Whitby 有的就叫Whitby 他好像拼写他是Whitby 对对对 因为我刚听你讲一个英文 讲Party也讲得挺标准的 不行不行 你是学过英文 我以前在中学也是学英文的 但是几十年丢了 就捡不起来了 你就大了 记不住 Hello Lennie Lennie在看 你看现在就是Lennie在看 对 对 那所以数学现在 好比说如果是孙子背了 要请教你的话 还是可以教 可以讲一点 可以讲一点 好多语星就是几十年没有摸它了 比较生疏语 但是基础的东西还是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来 那高考的我可以在下一段来讲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欢迎你又回到男人帮女人帮 我是节目主持人李静明 很高兴的今天我们访问到的是中国一级的书画家 吴守新吴老师 我一直以为这个书画家 书画家大概都是从年少的时候就立志要做这个书画家 我还记得小时候读过一个故事 什么王羲之 这个柳公权 我忘了是谁了 就说有人说他写得不好 结果他奋发图强 把一缸水给写完了 就写得很好了 那我就想知道一下吴老师 像您的话年轻的时候是数学老师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 您会说转变让自己成为一个书画家 是年轻的时候就有这种想法吗 是这样的 李老师 因为我的哥哥是书法家 他的字写得特别好 我教书我的感觉就是说 你要当老师 你要示范 要在学生的面前起模范的作用 比如说我要求学生的作业 要写得干净 整洁 要字迹工整 那么我们当老师的 绝对不能在黑板上乱写乱画 是的 我们一乱写乱画 学生就照你学了 那么我自己在版书的方面 我就特别要求自己严格 要写得公正 尽可能美观 甚至于学生的等号 什么分数线 根号线 我都要求他们用三角板打 不能随意那么拿笔画两点就行了 我自己在黑板上的动作 就是尽可能把汉字写规则 另外等号我都是用三角板画 是 板书就是起了一个示范作用 而且在几十年的过程当中 我注重了这个板书以后 对中国的汉字 很特别的这种写构 产生了兴趣 是的 这样我就平时注重了硬笔书法的言行 或是我们讲的再通俗一点 就是你的写字写得很好看 那时候还不是毛笔字 不是毛笔 硬笔 粉笔就是硬笔 就是一 或是拿这个铅笔啊 原子笔啊 钢笔就是你写的字好看 那后来是怎么样 是您哥哥鼓励你的 对 我哥哥呢 他是个残疾人 我非常佩服他 深残之间 能够在书法上有所道义 他有一次到重庆来 他就跟我说 哎呀老弟啊 你退休以后怎么办呢 准备做什么 我想一想 我说我能做什么 他说你 这是还写的可以 你能不能把毛笔踢下来呀 当时对我就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又是自己的哥哥 又是一个数码家发在你 对 这样呢 让我的退休生活丰富多彩 那也就是说你是退休之后才开始 毛笔 以前几十年是写硬笔 因为我写的钢笔字的话 我的教案是在全校展览的 学生们的评价就是我的黑板是在全校 大概算数一数二的 这样我呢 从硬笔转向软笔 就是在我们香港回归的时候 97年 97年 我就比较注重训练了 而且我大胆向人民日报脱稿 因为香港的回归 我写了很大的一个规则 这样呢 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他左边是香港的一个书法家协会主席 是 的作品 右边是澳门的一个书法家协会的主席 作品 而我这么一个小小的百姓 而且替毛笔时间不长的那么一个初学者 他公然还可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而且两边还是两边 都是名家 这样呢 我都叫做占了名家的光了 但我好奇的是这样 就是说写硬笔 就是我们粉笔字 钢笔字 原子笔字可能写的不错 但是毛笔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 对 所以你刚刚开始写的时候 你就挺满意的吗 或者说刚刚开始要一段时间的 这个进化的过程 马上就可以进入这个挥洒置如那个境界 我觉得这就有一个要求自己不断的去练 这个要求自己要刻铁笔 那么我可以说在我的老伴的支持下 我一天书写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从早到晚 早上晚上 逗得写 白天有空也得写 这样我写的时间大概有了个四五年的左右了 我的作品就开始受到学生朋友他们的喜欢 你而且能够得到一些书画机构的认可 那是不是也是从凯书开始 我呢 因为平常写硬币是写的行书 我觉得凯书就是你的肩胛结构为主 要进入一个境界楼围绕了凯书还是不行 所以我一开始就认行书 从行书然后就过渡到行草 最后就是学习练草书 好那吴老师这个我要请教你 我还记得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我也参加学校的这个语文竞赛 就是文艺竞赛有演讲有书法 我记得我还得过书法第一名 小学四年级 不简单不简单 但是后来就没有继续了 没有您这种精神 但是我所知道我们都听说 这个练字毛笔字刀从凯书开始 但是您呢刚刚的例子从行书开始 但是您刚刚又讲说要苦练 那我就想知道一下 好比说顶多我可能去拿一个行书的帖子来练 但如果说我又没有兄长老师 或者是个书法家 我怎么苦练我才知道是练的对的呢 如果我苦练来苦练去都是错的 那不知道最后写出来就不成形 不真样 我想这一点呢 可能很多听众也在学书法 或是想学书法的人呢 可能这个问题也很好奇 有一个门道 对我们待会儿这个门道 就要请吴老师跟我们继续分享了 我们稍后再请吴老师跟我们说您的人生故事 好对呀我刚刚来上节目的时候我太太就跟我讲了 所以她也在看 这个就是她 这个就是她 哈喽 中间那个 她姓陈 在这 对在这 她现在在看 你好 你可以叫她金老师 她是小学老师 我们是同行啊 因为她以前在台湾在学校的时候 也在这个工作之余 学校有书法社 所以她就说 我也喜欢学书法 我说好 我说我今天访问书法家 你一定要看一下 主要她还是比如说你提的那个问题肯定你是知道的 她就刻苦的学那个碟子 学那个碟子 然后先是面临 面临过后就背名 背名过后再来跟人家对比 看你自己赢的 是不是那种 那所有就说一入门学草书的都是这样子 还是你自己发明的方法 不是一个自我发明 我觉得吧 只要你要是将来要从事书法这个创作 首先要打好基础 好 那这个基础是什么 基本功 硬的就是写硬币 把硬币练的成型了 字的结构掌握了 那么你再来研书 就没有什么问题 好 而且呢 一定要领帖 选择一个比较满意 你喜欢的肢体的 比如说王岐思的呀 或者是赵孟佛的呀 对 那么你选择好了以后 那就就照他的铁链 照他的字面 是 好 那夫人特别麻烦您一下 我等一下 节目等一下一开始 我们就展示一下 您就站在后面 我们把它拉开 这样子 我们快了 那这样好了 您先帮我拿着 先拿着 先是广告时间 好 那现在讲到就是说 硬币要练好 那硬币怎么练呢 对不对 这个 硬币的练 我觉得也要找一个范本 就硬币的范本 硬币范本 比如说虽然王羲之的字 譬如上的蓝金序 它是代表作了 是刘川谦过的 那么虽然它是用软笔写出来 可是你开始写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用硬笔去描摹 你比如说他永和九年 他怎么写 你把它看好了 然后你就开始 硬笔写这四个字 多念几遍 那不是一遍两遍就可以了 十遍八遍二十遍三十遍那些 把这个永和九年 这四个字写的基本下 然后可以往后面继续 所以练书法 要下功夫 要舍着时间 选好帖 那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下功夫 下到就是说 你写完之后看 很像我留意我们的写 对啊 对不对 有个七分项八分项就不错了 那就算没有老师也没关系 对对对的就是自选 我没有拜过任何要求 我就拜古人为师 我还学当法 就是那个结构 也是要买些书来看的 是所以这个还是有一点天分 天分在里面 对不对 天分然后再加上普学 原来我们开心 跟人家写的事 现在灭炉 人家也喜欢章啊 觉得那个红章盖起好看 我们也给人家盖嘛 喜欢都给你多盖几个 后来看到那个书啊 书都说最多盖三个章 还是四个章 就是银首章 是 腰章 亚绝章 然后是你的名字名章 就完了 原来我们是 趁我们写大江东去 是 从这儿盖起伏线拉下来 因为我们写的四条坪 六条坪都是大的嘛 所以盖那个章啊 也是那个盖成 选择的比较多 那吴夫人写不写书吧 我不写 但是你应该懂得欣赏 对不对 或者做一点评论 对不对 好 我们来了 来 来 夫人可以站这边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欢迎您继续又回到了我们男人帮女人帮的现场 那现在如果您是透过我们视频呢 就可以看到我后面呢 现在展示的就是我们吴老师的作品 那吴老师这个是什么 现场现场 这就是行书 就是行书 他偏向于楷 所以我们又把它叫做行楷 叫行楷 就是说还比较好认的 比较不容易认的就变成 这介于楷书和行书之间 那个非常不好认的叫做草书 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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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狂草 叫狂草 最难认的 不难认的 这个就不难认 这不难认 这不难认 对那个草书尤其是狂草 那是很难认的 很难认的 有一定功夫 是的 是的 我这也写得不好 大家尽孝了 好 我们很难得 我们也谢谢吴夫人 这个今天做了助手在这边 帮我们展示 好 那刚刚我们提到了 就说 您其实是 就是说硬笔字 就是我们旁边讲 钢笔字啊 粉笔字啊 铅笔字啊 这写得很好 然后你学书法的时候 直接从草书下手 直接从书下手 行书下手 对不起 行书下手 好 那你可以告诉一下 我们的听众官方 如果他也想这样 而不是走那个传统 一般人的说法 说你开书 那您是怎么练的 我因为我刚才介绍过 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 我写的是比较正规的 近视于楷书的 这样写了几十年了 对 所以就有了楷书的这个基础 这样我们提起毛回来写的时候 自然而然的 这个对于字的结构 点痕皮拉术 它这个左右上下 它就控制得比较好 你有了这样的基础 就直接从行书手 是不会有什么障碍的 那行书怎么练的 也是哪个铁 要练铁 要练铁 OK 我就推荐我们的观众 你们要练书法的话 可以选一个 比如说 我们行书方面很有造诣的 王熙之的 赵墨佛的 礼佛的 等等 很多大书家 包括明代的 文真明 唐宁等等 这一些人 你喜欢哪一个书家的作品 你选择一幅 就是一个人 一个画 一个书家的 不要今天我又看到赵墨佛的赵字好 我明天要看到欧字好 这样选择不好 选择一个字体 常年地练它的这种体 那么你把它的字形解构 都基本掌握 那么你练个一年到两年 就开始学习创作 还要早地进入创作里面 或许我这样讲吧 可能大家对于一般人 蛮兴趣 这个是有名的 对都知道 天下第一信手 对 那好比说您刚也提到 就算是硬笔 也可以 用硬笔来模仿 对 对 对 模仿 可以的 那您的建议是说 先从硬笔 拿硬笔来模仿 还是直接拿老笔 如果自己的硬笔写得比较好 有一定的基础 人家一看 莫莫老师 你这个硬笔写得不错 刚笔写得好 或者是什么 天字笔写得挺漂亮 你有了 那样就基础了以后 我就确定直接就 起毛笔 但是问题我们也知道 这样这些字体 它有时候 那么一笔的话 中间还有一些地方是 怎么说 就说那个字 那一笔不是很实的 对不对 中间会有一点好像虚的 对不对 称为我们书法上 称为非白 非白 非白 那你这个怎么模仿 这个 靠边 就你看到它出现非白的 比如一撇 对 一撇撇出去 中间那个笔可能要划刹 对 或者墨汁不够 就出现枯笔 枯笔也罢 这个发刹也行 你就不要去填 使当的单位也可以填它一下 这样子出现的那些非白 那就是在一个整体的作品里面 它又增加它的美感 就是要求我们的枯实 浓淡 轻重 那就要靠我们自己练它的提案 练它的这个自行 还有就是自己的心态 心情来决定 你提到这个心情太重要了 这待会还要专门要问一下 我先把这个 这个临摹这一部分 问完 那好比说 你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说有很多大家的字 对不对 明家的字 就是说你要选定一个 你不要今天看这个好 下礼拜看这个好 对不对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 就是说我选定明家之后呢 我就选它一幅作品 我就那幅作品 就练个百遍千遍 就蓝天旭吧 我们就说 这样子做行吗 有 就是说也不能够说 我领蓝天旭 领它两年三年 但是我领蓝天旭 领个二十遍三十遍是可以的 那你是天才 我二十遍三十遍 没办法 不要说是什么几分项了 可能不是说我们就能够做到 接近于王子的水平 但是你的心情 你的体悟 你自己的感受 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了 你要是 就是说有助蓝天旭播放 那也不行 也不行 因为王子的话实际上也不仅仅是你服务这个蓝天旭的问题 王羲之的字 他也是凯书 其中说 草书 都很强 行 好 刚刚呢 这个吴老师也提到了 就是说心情在创作的时候很重要 对 而且呢 我觉得是相辅相成的 你创作的同时也影响你的心情 所以待会呢 在下一段节目就要请教一下老师 就是说当你这个开始练毛笔字写书法之后 对你整个人的个性情绪啊这些是不是有一些转变 我们稍后再聊 好的 有没有转变 夫人最知道 对不对 对不对 因为我相信呢 这个能够静下心来写 那肯定他会变得不一样 对不对 你说一个急躁的人 暴躁的人 那不可能嘛 对不对 你要写很多的影片 不会闲下来 好 也就是说我们等一下呢 现在是广告对不对 我们回头开始讲 就讲到54分 54分就完了 对 那接下来广告 但是结束之后 我们还有一小段跟大家说再见 因为今天广告多 好 或是您告诉我 你特别想讲什么 我觉得您还有最后一段的时候 讲讲我教学那个高考的问题 高考 行 因为我在以书法的研究而学习最后是个传承的问题 好 高考传承 好不好 对对对 好 我们就把握这个时间 因为今天就是广告太多了 说是一个小时期 没问题没问题 现在已经三段过去了 不好意思 谢谢你 到时候呢 我再写成这个微信文 怎么样 你说需要什么微信 去去去 我没问题 就在那 来 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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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去 可以 可以 慢慢来 慢慢来 好 好 比较重 我另开 门很重 来 回来 我想 特别进去 好 对对对 好 你也去一下 慢慢来 慢慢来 我会跟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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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就回来了 Louis 大家好 大家好 因为今天的这个受访人呢 这个年纪比较长 所以呢 中间要去上厕所 我刚陪他们去厕所 对 所以今天我们访问的是 吴守星吴老师 吴老师 知道退休的时候呢 才开始学书法 今天的广告也特别多 我们好像有什么特别节目吧 如果是听广播的朋友 大概会听到 你等一下 我去问一下 我们的导播 到底最近有什么表演 你等一下 有什么事吗 我们等于 诶,大家好,诶,柯恩,你好,你好, 不好意思啊,最近我没有给你写那个叫做什么, 这个脸书上你拍的广告, 但我们都看了,我跟海燕都欣赏了, 演得非常好, 一个是那个什么安放那个, 那叫什么鼓,反正都看了, 还有你写那个书法龙飞凤舞, 我建议,我建议, 就是说如果有点背景音乐, 会更棒, 那个我也看了,好, 请进,请进,慢慢来, 没问题吧, 没问题,没问题, 来,慢慢来, 我现在这个朋友, 中间这个, 他也是写书法的, 他是台湾师大美术系, 夏米歇西, 是师大美术系的, 高手高手, 我应该向你学习, 对,我们今天的广告特别多, 其实是因为, 我来了,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 大家晚安, 欢迎你又回到了我们男人帮女人帮的现场, 今天很高兴, 我们访问到是中国一级书画家, 吴守信吴老师, 而且吴老师呢, 很特别的是, 是退休的时候, 之后才开始学书法, 而且这个书法, 开始练毛笔, 练毛笔, 而且呢, 一开始, 就是什么, 行书开始, 对, 对,对, 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以前都说要用楷书楷书的, 那刚刚我们也知道, 其实原本的这个吴老师年轻时候是数学老师, 但我相信在你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呢, 也经历到中国的政局的变化, 而且恢复了高考, 对不对, 做一个教育工作者, 我相信对你也很有感触的, 这一方面可以谈一下好吗, 好, 我非常有幸和我们大家一起块交流, 我想呢, 就我们中国那个高考事情, 我谈了感想, 以及我在高考这个过程当中所做的一点工作, 中国经历文革以后, 邓小平他是非常感到一种紧迫感, 我们国家教育基本上停滞了, 这个科学的发展, 随着我们时代的进步, 我们中国非常需要尽快地恢复高考培养人才, 这个我得到了一些信息之后, 我非常感奋, 我觉得终于这一天又来了, 盼到了, 同学们有机会去进入高等学校去深造, 是的, 而且将来可能成为我们国家的重要的这件事人才, 是的, 我呢, 做什么呢, 我就是因为一个小教员, 但是, 因为我教数学身处这样一个位置, 文革以后他那个资料都基本上都会崩溃了, 于是我就和大家一起, 主要是我来执笔, 从初一年级写到高三年级, 写了六年的数学资料, 哦, 复习资料, 然后把它用油印的方式印成一本, 也就是说数学教科书, 教科书, 那不是成书, 而是一种复习资料, 复习资料, 复习资料, 也就是把我们数学, 六年的数学精华部分, 把它收集整理出来, 就是费了一番功夫, 也就是说那是课本还是有, 对不对, 没有课本, 没有课本, 那也就是用您写的那个当课本, 对, 哇, 真的是不简单, 真的这个, 这个做了贡献, 那也就是说那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啊, 您数学老师的话, 那您写的那个叫做什么, 数学, 复习资料, 复习资料, 那个时候是给几年级的学生们用, 那就是给已经从初中毕业, 或者是已经从高中毕业了, 当了知青, 或者还在社会上流浪, 也就是说他那个时候, 如果想去报高考, 要复习一下过去的数学, 他可以看你这个, 对, 对, 就靠我们那个了, 就是我们的一个地区, 在澄清, 不是开玩笑, 我说是出来玩, 那是真的, 两毛钱一本, 就是油硬的, 还有留着吗, 有没有, 留下一本两本, 有没有, 现在很难找到了, 那可惜了, 可惜了, 我编写那个, 我是夜以继日, 因为这个没有人和我一起合作写这个资料, 这个就我一个人从头来构思, 那后面还有很多大家一起协作的, 这一本参考资料的, 还是在当地起来比较大的作用, 然后呢, 我们在高考的这个复习阶段, 我就全力投入, 白天正式的给这些教学班上课, 晚上, 大概一个礼拜我要上两次课, 其他还有什么物理化学语文, 你也教啊, 但是其他就是一个礼拜五, 大概要上两次课课课, 那晚上教谁呢, 就是那些学生, 那些从农村里返回城市来的, 那些十七年, 就学习中断一段时间, 他现在要迎头赶上, 对, 白天是教学校里面, 对, 晚上就教这些年轻人, 他们要准备高考, 我一晚上大概从七点钟, 大概要讲到十一点钟, 连续起码讲四个小时, 学生们呢, 不知道他们渴求知识的那种欲望, 哪里那么强烈, 他们的那种欲望刺激了我, 感染了我, 我是讲课的时候, 那个外面让学生啊, 找不到座位, 在一个礼堂里上课啊, 找不到座位了, 就人达人, 坐在一个英语同学的肩头上听歌, 下雨, 打着雨伞, 是在外面听, 是, 这些学生求知的欲望, 的确都给我是深深的刺激, 一种激励, 这种刺激是一种向上的激励, 所以我也还是感到非常的高兴, 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教学相长, 对不对, 老师呢, 看到学生这么样的一个苛求, 欲望非常强烈, 那也把老师这种教出的欲望, 或者跟这个热情, 提起来啊, 提起来啊, 老师这么热情, 同学们呢, 又跟着我回应, 我一下子, 所以这里, 我跟你讲一个小插曲, 我在讲课的黑板查字嘛, 要插黑板, 那个时候讲了讲了呀, 汗水长流, 夏天是第二次了, 第二次也要告告, 我把那个开桌子, 开黑板的布拿来插脸, 哎哟, 结果你插完之后变成小熊了, 那些下面的同学, 哗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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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笑什么呢, 后来那些同学才说, 吴老师你今天拿那个马布在开年, 哎呀, 好,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能够访问到年轻的时候, 是数学老师, 学生们爱戴的数学老师, 退休之后才开始练书法, 见中国一体的书画家, 吴守信吴老师, 其实好多东西可以聊,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必须要在这边暂时停下来了, 我们待会儿最后还有一点跟大家说再见, 但是我们这个还在继续听, 我们可以继续讲, 你刚刚说有一点没讲的是什么, 我们刚刚说一个讲, 恢复高考, 还有一点要讲的, 我现在可以讲, 今天是在书法的传承, 传承对, 您可以讲, 来, 您现在教学生吗, 收学生吗, 我现在在我们微博, 一个犀利的学校, 教孩子, 最小的大概有六七岁, 大的有十二岁左右, 这些小孩们, 我教他们写汉字, 我觉得做中国人, 不会说中国话, 不会写中国字, 那是个非常悲哀的事情, 而且现在这个电脑这么方便的时候, 他们就很少有机会去写, 对, 如果现在你也知道, 用那个什么手在那个荧幕上, 随便乱画, 然后画出来那个字, 他也认得了, 对不对, 真的我觉得在现在这种科技的时代之下, 会写, 不但是会写汉字, 如果还写得好, 而且还能够在纸上写, 用毛笔写,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事情, 这个写毛笔字, 我的体会就是, 这个对于个人的修身养性很重要, 您提一下, 您自从写毛笔之后, 对你的个性有什么改变, 因为我这个人本身比较文静, 要说呢, 就是我要从事学习和创作的时候, 必须要尽心, 要把心尽下来, 就是克服了我有些时候急躁啊, 避到不顺心的事情, 心烦啊, 能够把这些东西排开, 我觉得这对我们这个个人的品格的养成, 很有好处,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是心浮气躁, 个性这个暴躁, 或者很暴力的人, 这没办法, 有办法, 练字, 练字, 就慢慢的就练过来了, 但如果他个性一直这样子的话, 就很难, 难吃, 对不对, 也就是说书法家没有说是个性暴躁的, 一般来说都找不到那种, 是不是, 对, 他之所以成为书法家, 就算暴躁已经在这个成为家的这个过程当中, 已经都, 都个性改善了, 对不对, 你说不会说打一个书法家写, 这个时候写不好就怕死了, 应该没有, 应该没有, 包括画家, 包括画家也是这样子, 对, 但是练字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个性, 对, 对, 对自己的这个修养, 提高自己素养, 因为我们写字不能够仅仅是写字, 你还得要实时的要创作, 写着要写诗词, 所以我呢也从事这个诗词的创作, 我也写了好几百首诗吧, 对联啊这些, 我是中国四个文化中心的研究员, 对, 也是在不断的向大家学习的过程当中, 是, 那我是觉得就是说吴老师, 您本身还是, 由您本身过人, 一般人在一般人以上的一个天分, 天赋, 对不对, 你说一个人会写毛笔字, 跟会创作那是两回事的, 对, 不是每一个人会写毛笔字会创作, 写字和书法是不一样的, 写字你只能是把汉字写规矩, 书法就有法度了, 我看一下, 我在跟我们的导演打招呼, 导演, 导演在收耳机, 难道他要下班了吗, 58分的, 等一下, 我敲敲玻璃啊, 很快, 摸, 有没有, 好,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李济明, 您是, 我是吴守新, 下次再会,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会, 好, 因为今天就是广告太多, 好, 跟大家说再见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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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好, 好, 那我们这边也听, 座带, 您是, 您是 пít, 您是着煙, 您是, 您是, 吴斯, 您是, 您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